大家好 又是我方方 今天為大家介紹一個特色單位 它除了複色還有一個大花園 這個單位的實用面子有1136呎 我們現在先看看客廳 這就是客廳 可以放在4-6人餐桌 空間依然很足夠 後面就是一個很大的客廳 而且如果在這裡擺梳化 還可以看到一個很大的花園 客廳的右手面就是姐姐的睡房 業主也很有心思 做了很多入場的季 另一邊就是一個浴室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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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個廚房是前面的設計 而且業主做了很多入場櫃 所以我們可以把廚房放進去 放在鍋子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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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是廚房的單位 這個是廚房的感覺 我們上樓上看看 上樓上 其實我曾經經過 業主對這個裝修很有心思 我們先看看這邊 它做了一個開放式的書房 而且它做了磨砂玻璃 你在這裡溫書的時候 就會覺得很悶 很焗燭的感覺 這個就是開放式的書房 這個單位就是兩房一套 這個是其中一個睡房的 而主要把窗台做成 熬了一些雲石 可以做一個沙發那種感覺 現在這個房間也很大 可以放一張雙人床 可以放一些男衣櫃 梳棕櫃 都可以 然後這樣做 然後去櫃 然後來櫃 去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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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個就是主要的套房 面積很大 可以放一張金尺的床 可以做到三間幕床的設計 而且這個是套房來的 主人房看上去是一個大花園 主人套房還有一個儲物櫃 業主做了一個大的高生衣櫃 這個就是主人套房的一個儲物櫃 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這個儲物櫃是隔離的洗手間 而淋浴是共用的 這個儲物櫃 今天我就介紹到這裏 如果大家對這個單位有興趣 歡迎打這個電話聯絡 拜拜